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高等法庭去年9月做出标杆性裁决 宣判我国女性公民应当和男性公民享有同等权利 与外籍配偶在海外所生下的孩子能够自动获得公民权 碍于官僚制度僵化 即使法庭已经明确下令 妈妈们也提交了申请文件 但还是迟迟等不到国民登记局发出的公民身份证 随着新学年开课迫在眉睫 小孩没有身份证书就难以顺利入学 家长心急如焚 黄锦长2016年在中国男龄工作期间怀孕之后 原本计划回国生产 但是女儿却在回国前一天提早出生 虽然她事后向领事馆提交申请国籍的文件 但直到一家三口两年前因为新冠疫情回国 女儿还是没有获得我国的公民权 如今孩子到了入学年纪 没有公民身份 申请就读政府学校手续繁杂 暴读私立或国际学校的费用又十分高昂 令她陷入两难 因为她现在持有的是这个Dependent Visa 就是Social Visit Pass之类的 所以她从这个Dependent Visa Social Visit Pass要转换成Student Visa 那这Student Visa每一年都要更新 每一年更新的时候都要去教育部打招呼 都要跟校方打招呼 在走着这个流程的时候 我听其他的妈妈们分享 有些时候甚至小孩需要两个月没有上学 因为在等着这整个流程去完成 对于数千名苦等政府批准孩子公民权的母亲而言 虽然高庭的判决振奋人心 但法庭裁决是一回事 实践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加上政府 内政部和国民登记局提出上诉 家长担心裁决有变卦 精神压力巨大 其中三名原告等了将近两个月 才在2月21号为孩子取得公民权 代表妈妈们入兵法庭的非政府组织家庭前线 顿出政府 加快处理儿童公民权的手续 好让孩子能够顺利开课 因为公民权牵涉的课题 想当做比如说你暴徒的学校 或者是你的其他的权利 比如说你生病人 你去医院 你其实是被当作是外国人收外国人费用之类的 而现在受影响的孩子们 还没有办法进入这些公立政府学校 所以这个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我觉得对每一个妈妈来说 都是拿到了这个公民权的那一个纸 我们才真的会松一口气 然后在拿到那张纸之前 我们的精神是非常的紧绷的 就一直觉得说会不会半途出错 会不会有什么文件不齐 所以我们都是很紧张地去看待这个事情 除了应该加速审核效率 政府和国民登记局也受处提供明确的指示 包括清楚列民所需的文件 并且定时更新申请状态 不要再让妈妈们忙头无序地一等再等 家庭前线和受影响的家长也呼吁政府撤回上诉 让这些已经回国生活多年的孩子 享有应得的公民权利 如果政府在媒体上 在这个公民上面已经说了 他们会支持妈妈们 会站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希望他们用行动来证明 他们的这个心意 他们的intention 我们就很希望他们可以 这个事情就算完结了 大家都觉得我们在这个公民 这个公民权上面的事情 是应该要有公平的待遇 一定要男女平等 所以既然大家有了共识 那为什么还要去打这个官司呢 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义是说 其实说60多年来 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大马基母亲 就被剥夺这个权利 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纠正这个事情 对于这些家庭妇女或者孩子们 造成的错误和伤害 我觉得给予他们作为公民的 那个平等权利是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要求的 即使男女平等 已经是一个普世价值观 但两性权利不同等的问题 始终存在 上诉庭将在3月23号 临省政府提出的上诉 这场为女性争取和男性 同等国际传承权的斗争 远远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但娘子军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绝不青年放弃 马新社电视李于晴采访报道 马新社电视李于晴采访报道 您不想 changing 李于晴采访报道